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澳洲新闻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现在这里正在举行2015-2016年度地球村青少年双语演讲大赛 那现在呢就请跟随我到现场来看一下 近日2015-2016年地球村青少年双语演讲大赛 澳洲赛区总决赛在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举行 中国驻墨尔本组民管代总理事黄国斌文化交流部副主任张亚琴出席活动并致辞 来自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约200名学生、老师和家长参加了本次活动 我们在森林山上吵架,写字 中澳青少年用两种语言以我的家乡为题分别演讲 每两名小选手互为搭档,从中澳两个国家不同的季节变化 聊到不同的生活特点 从美食特色谈到民族服装 从语言到动作,默契配合,十分可爱 来自中国苏州外国语学院的学生 表现优异,不仅展现了卓越的双语言,表达沟通能力 并在大赛现场进行了才艺展示 我很开心,因为我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不管我们赢了或是不赢了 我觉得我们做得非常好 感谢收看澳洲新闻 浙江国际驻澳洲记者站 徐红墨尔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